今天我們要體驗紹興人民早餐的快樂 從百年的生煎肉包 到盛州特色的小龍 然後在到老街來吃粉臭的臭豆腐和黃酒棒冰 不過在這前呢 早上第一頓吃個紹興特色的麵箔箔 就在後面去看看 你好 我要一個麵箔箔 就基礎的就好了 這個是不是跟蔥包會很像啊 蔥包麵沒有一大金融 啊 更豐富一點 翻一下 哦 漂亮 對啊 都放 然後油條放上去都要加起來 哇 好快啊 好 謝謝 來 那我這個新鮮素的麵箔箔啦 哇 還燙著呢 這個呢 跟杭州的蔥包會有那麼點像 那蔥包會大家知道嘛 就是為了把琴塊在鐵板上面 反覆擠壓 對點輸出而發明的 這邊啊 給他洗個蛋澡 再壓也不錯 來 馬上吃看看啦 哇 脆的油條 嗯 哇 先是麵皮微脆 然後裡面又包了那個脆脆加油香的油條 然後沾點蛋香確實是挺滿足的 我感覺比杭州的蔥包會 還要再更好吃一點 然後這裡面還可以加很多很多東西 鯉雞肉 王中王 蛋 各種東西 但是嘛 我吃這種蛋餅類的 就習慣吃原味 加個油條就夠了 好 老百年好吃哈 謝謝 掰掰 掰掰 來下一家吃個紹興的百年老字號 童新樓 來個生煎肉包吧 走 大姐給我一個肉包好嗎 好好好 謝謝 大姐這個最少買幾個啊 隨便擺 那給我 給我四個吧 下雨人少 看師傅都在休息 就忙起來的時候呢 所有的鍋都開著是吧 加那個鍋全部開 全部開 哇 這是蔥花 哇 翻上來了 哇 好 謝謝 買了生煎 還有一個大肉包 肉包這三塊錢 有點涼了 生煎呢是一塊三一個 所以四個是五塊二 我們先從生煎開始啊 好 立口啊 這個好吃的 底間的焦焦的小包子 裡面肉餡很有味道 那像這種皮很發 然後吃起來像包子的生煎包呢 其實是比較傳統的發麵派 叫做清水派吧 跟上海的大湖村是同樣一個門派的 他們全部都是開封的水煎包 流傳到南方而來的 但是在開封的時候呢 胡辣湯跟水煎包是絕佳拍檔啊 欸 為什麼只有生煎包來了 胡辣湯呢 欸 這就是因為啊 其實在宋朝啊 民間是沒有胡辣湯的 所以啊 他錯過了這個南下的列車 之後要再來啊 就有點難了 不過有個生煎也不錯了 好吃 嗯 這種小春筋啊 一口一個啊 吃起來 挺爽的 最後一顆我們來加點醋 還是喜歡原味 來下一個 大肉包 我也算包子磨人吧 去所有地方都要吃包子 吃看看啊 哇 嗯 麵皮膨鬆啊 嚼起來還帶點回甜 裡面一個大肉球 蔥肉球 調味的剛好 就是這個醬香味 帶一點點回甜 不錯 好吃好吃 然後這個旁邊 沾了肉汁的皮啊 感覺就不錯了 好 謝謝啊 拜拜 拜拜 來下一家 盛州特色的豆腐小龍豆腐盛 就是這一家 王室蒸餃 走 這個是豆腐包的是吧 這個就是 包了豆腐和一點豬肉末 包豆腐是 盛州那邊喜歡包豆腐是吧 哇 新鮮的也可以就是 我要加蛋了 還早先打一打就是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應該是先接過 啊 哇 差不多 哦 哇 哇直接倒上去了 哦 這我的嗎 嗯 好了 這好像也是我的是吧 這是乾菜角 把它翻過來了吧 哇 哇 要翻了 哦 漂亮 哦 好 盛州特色小龍的上場了 這個是蒸的 裡面包的是豆腐 然後還有一個是用雞蛋煎的 我們先用蒸的吃看看 提起來像燈籠 這還挺像的 吃看看 哇 肥有一番之味啊 皮薄 但是韌進夠 豆腐的鮮味 滾上一點肉香 好吃好吃 我們現在把一個打開吃看看 你看這裡面就是豆腐 調過味的 然後裡面還有一點肉餡 就是豆香味之外 還有肉香味 兩個還挺搭的呢 來 下一個就是我一直很感興趣的 小龍 但是是煎的 還加了雞蛋煎的 來 一口吃看看啊 就像小龍煎包豆腐 三個合體啊 變成一個超級加強版 一口下去啊 有蛋的焦香 脆脆的感覺 然後裡面那個豆腐包 軟軟嫩嫩 配上一點肉的鮮味 而且雖然是煎的 基本上是半油炸的 這蛋啊真香 其實聖州小龍呢 在全國各地啊 勢力非常龐大 只是大家很可能以為 它叫杭州小龍 只要那個杭州小龍包呢 有包豆腐餡的 大概率就是聖州小龍 這就跟呢 青海人出去開拉麵店 掛蘭州的名字 是一樣的意思 來 加一點醋 再加一點辣椒 味道會不會更豐富一點 吃看看啊 辣椒醬好鹹 最後一個 據說他們自創的 甘菜餃 在紹興嘛 梅甘菜一言萬物 來 吃看看 哇 好香的梅甘菜的味道啊 鹹中帶點微酸 酸中帶點回甜 嗯 好吃好吃好吃 謝謝 拜拜 拜拜 連吃了三家早餐 感覺好像 有一點開吃飽了 不過呢 來紹興 一日不可沒有臭豆腐 我們走前走 找個臭豆腐吃 這邊呢就是蒼橋直街 也是個蠻有名的老街 我們就去逛逛啊 這邊就是一條很安靜的老街 這吃飽飯還走走 還挺舒服的 這個老街啊 越走越商業化 現在 密血冰塵都出現了 來 今天就吃這一家吧 蒼橋直街臭豆腐 都自己做的哈 豆腐都自己做的啊 豆腐都自己做的啊 豆腐不是 但是這個煙是自己做的 十塊錢是幾個啊 我不數的 現在中文 不數的啊 哈哈哈 大家都推薦來你們家的 我是朋友說你們家好吃 就是裝滿就對了 你有數幾塊嗎 沒數 就裝滿就對了 可以了可以了 這挺多的 好謝謝 來紹興正宗的臭豆腐啊 這個臭的現在可能滷水煙的 馬上試試看看 哇 外豬 內嫩 那個臭豆腐的香氣 哇真的苦比的來 這個 比台灣的臭豆腐 至少要抽兩到三倍以上 紹興臭豆腐雖然幾千年歷史啊 但是其實以前 都是蒸著來吃的 是下飯菜 就你想想王羲之啊 就一碗白飯配一塊豆腐啊 吃了以後啊 就是寫一個行書啊 爽 然後大概到明朝 這個花生進來以後 植物油 下行一下變得很低 才有這種啊 這是完全油炸的豆腐了 油炸物其實應該就是 明清的時候開始的 真的油炸過後 比蒸的 更容易接受一點 嗯 嗯 臭味不見的 就吃在口腔裡面 香 好不好 好吃 謝謝拜拜 來最後收尾 我們就吃個黃酒棒冰 跟牧連豆腐吧 這個是什麼 這是紅糖 紅糖 再加上芝麻 芝麻 然後他們是小魚 我們家現在在炭 啊 這樣子 哦好好好 先來一個木連豆腐 給我看有小攀 等一下呢 在這個黃酒棒冰 這三套甜點啊 感覺 多多是米其林的待遇 我先從這個木連豆腐吃看看吧 嗯 冰涼花溜 蛋蛋的薄荷味冒出來 加一點紅糖 加一點桂花 蠻不錯的 嗯 口感嘛 跟愛玉真的很像 那這個木連豆腐呢 其實就是紹興的愛玉 它的植物叫做碧莉 跟愛玉其實是同種的 算是近親吧 然後 他們一樣也是把那個紙拿出來 果子的紙拿出來 在水裡面洗 洗出黏液來讓它凝結 這個我感覺啊 加點小青檸進去 脫脫的就是愛玉了 好喝 嗯 來吃看看奶油小攀 這個雖然叫奶油小攀 其實裡面沒有奶油 就是蛋清加一些薯粉 吃看看 甜 脆 然後上面那個 有蓬鬆感 吃起來可以啊 滿好吃的 最後一點點啊 直接吃完了 好好先拿個五塊的 古人以茶代酒 我就以冰淇淋代酒 來最後就紹興的黃酒冰淇淋 吃一個啊 嗯 雪糕奶香之中 帶點酒香出來 其實跟糯米酒的味道 有那麼點相似 那為什麼紹興黃酒是黃的呢 這古時候嘛 是因為他們是米先煮過才釀酒 米煮的時候會焦 焦了以後呢 就有這種天然的焦糖色 釀著釀著 出來的酒就變淡淡的黃色了 然後越放越氧化 慢慢的就會變成一種 琥珀般的顏色 現在呢 是用蒸的 已經沒有煮的這過程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沒有這個焦糖色 沒有怎麼辦 哎呀 現在科技發達 要加點焦糖色還不容易嗎 就這樣來了 後面這個小湖 還有人在划船 也是非常的舒服啊 今天吃一天 大家覺得哪一個最好呢 我的話 可能是那個雞蛋生煎小龍吧 真不錯 好啦 那我們就欣賞一下 小喬肉的感覺 那下期見啦 拜拜